那若蕭鳳人員再救火車 在救人 那是在第一時間 可以冠軍注射 不然就能提官救助的效率 所以加機關的蕭鳳教 就跟便宜合作 全港基盤 港作風 替蕭鳳人員進行 教育訓練 幫助我覺得非常多 因為他賽前的話 就是會有一個講席 那請醫師跟他們的 專業的救護技術人員 來給我們先做一個上課 做一個指導 補充多些知識 然後再讓我們去做 這個技術交流的比賽這樣子 在七年 經過這個急救手術 總共有一百四十件 是透過今次治療 把病患 從生命的這個垂尾 把救護 上課到便宜進行 在救護現場會出真正的狀況 所以比賽當中 也增加各種有難度的情境 在醫院 病人比較危機的狀況下 那個點滴打的方式 都跟在醫院裡面 非常非常不一樣 雖然相較於其他六都 這個技術算是比較基礎 那我們希望說 以人為本的救護案件裡面 我們還是把基礎 基本功練好練滿 然後讓每個民眾有需要的時候 都可以馬上得到這個處置 總統救人的技術和信心 記者林慧婷 加記報導